传载自百姜号作者 对于喜爱她的粉丝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,因为不管从身体状况还是从发展状况来看, 飞玉清都没有任何理由退出歌坛,但是从飞玉清的亲笔信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,她说她对于这一路来收获的掌声都表示很感动,也很知足,但是在演绎的道路上,已经失去了刷亲的叮嘱和关注的她,也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,所以就算她心中对于歌坛有千般瓦般不舍,她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脚步去过, 想要过得云淡风轻的日子,听到飞玉清要引退的消息,却内很多知名人士都表达了不舍,首先是跟她有过合作的周杰伦说,虽然很舍不得, 但是仍旧要祝福小哥飞玉清,千里之外这首歌,只要小哥想唱,她随时stand by,林静静也表示,她会偷偷希望能够有机会,再一次听飞玉清的歌曲, 看来飞玉清退出歌坛,不仅仅是许多歌迷心中的遗憾,也是这些跟她有过合作的明星星中共同的遗憾,但是不管怎么样,我们还是要尊重飞玉清的选择,对于她来说,人生最重要的不只是事业,还有许多东西都是值得她去探索和追求的, 既然这是她经过圣众思考之后下的决定,我们还是祝福飞玉清,能够在最后的日子,里面过得开心与洒脱。